好的各位学生大家好 今天呢是我们2021年度一级建造师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第一次课 可能有一些新来的学院 首先呢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张军 接下来的我们直播大班课呢是由我带领大家来进行学习 关于我们21年度的直播大班课啊 其实它跟往年的EV1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 往年的EV1呢它是我们按照教材的顺序啊 从头到尾毫无死角的给我们学员全部都讲一下 往年的时候啊很多学员觉得EV1的时长太多了 而且呢讲的实在是太多了 可能我们考试啊用不到那么多的一个内容 所以今年呢我们在往年的EV1的基础之上呢 给它升级了 升级成了今年的直播大班课 而今年的直播大班课呢 我们是要用18到20次课的时间 给大家讲的都是整本书的横重点 并且这一个班课呢正好是作为预习阶段的内容 而当我们新教材出来之后啊 我们会根据新教材的它的一个新增的地方 或是变点呢给大家去录制的是金讲班 这个金讲班呀它不仅包括我们直播大班课里面 涉及到的横重点 还会包括其他的一些 边边角角上的一些考点 还有就是新教材它的一些变点 这些内容我们全部录制在金讲班里面 好而大家听的这个直播课呢 我们只有18到20次课 那我再次强调给大家讲到的都是重点内容 所以说你每一次来听 肯定都会收获满满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内容 由于今天是第一次课 所以我先用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 其实用不了半个小时 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科目它的一些特点 还有就是学习的一些方法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导学部分 这个导学部分呢主要包括了三个内容 第一个呢就是考试科目分析 在第一个里面我要给大家说 管理它的一些特点 考试的一些基本情况 涉及到的题型啊总分啊 还有合格分数下等等 当然了这些内容呢 主要是针对我们零基础学院来给你们说的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导学思路介绍 主要是针对我们接下来 正在进行的这个直播大班课 它整体的一个导学思路 让大家简单了解一下 然后最后第三部分呢就是 复习备考指导 我们我先给大家来说一说 我们往年的学员 他在学习的时候可能会遇见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针对这些问题 给大家采取一些措施 一些应对的手段 然后给大家指出一个比较好的学习方法 好 这就是我们用差不多20多分钟 我们先来说一说导学部分 先说第一个 考试科目分析 关于这个考试科目分析这里 由于我们今天是管理课 所以我主要说的还是管理课 整个管理课呢 它的特点啊 就是管理啊 它涉及到的面呢 还是相对比较广泛的 在我们整个管理教材当中 你通过做题你会发现 它的出题的时候啊 很多都是把零零散散的内容 给你揉到一块 然后让你进行区分 因为在我们管理当中 它的一大特点就是有很多的 一混点 容易混淆的内容 一混点 而考试的时候 它重点呢 就是针对这么多的一混点 给你揉到一起 然后让你进行区分 或者是换一种说法 让你去判断 它的说法到底是不是对的 这就是我们管理 它出题的一个套路 好 而且是广泛零散 还很抽象啊 因为管理它很多 讲到的都是一些原理 管理的一些理论啊 一些原理 还有一点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个管理的教材 它是源自于国际上的一些理论 所以说很多情况下 在书上学到内容 而跟你们实际工作当中 所预见的 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些差别 但是考试你要注意了 你想通过一件考试 我们必须要跟着教材走 可能我们你目前 工作过程当中预见的 那是符合我们国家国情的一种情况 而这个教材 它是源自于国外的一些理论 好 然后关于我们管理的考试提醒 全部都是客观题 都是选择题 包括70道单选 每题一分 还有30道多选 每题两分 那一共就是130分 一共是130分 而对于这130分 它的合格分数线 你看啊 这个可能这个屋里面 它这个 这个PPT的版本 稍微有点低 我写的它根本就没有显示 合格分数线呢 是78分 这个是全国不同的省份 都是一样的 你不管在哪个省份 合格分数线都是这一个 好 然后我们来预计一下 21年它考试的一个时间 那一般情况下呢 都是在9月的第三个周六日 去考一届 而我们管理呢 是放在第二天的上午去考 就是差不多啊 预计是在9月19号的上午 三个小时9点到12点 好 这是关于我们管理科目 它的一些基本的概况 那主要是给零技术学员来说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我们这个直播大班课 它的一个受课思路 来看一下啊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选择了教材当中的 横重点来进行讲解 都是横重点 你每一次来听直播 绝对会让大家收获满满 而课数呢 是次数呢 是18到20次课 然后整体的思路呢 就是我们在每一节课 讲课之前 先通过考点概括的形式 给大家整理一下 今天这节课我们要讲什么 先让你来了解一下 了解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对于每一个考点 来进行详细的剖析 剖析完了之后呢 我们紧跟着来进行考点的联系 给大家会出一些 一些经典题目 而这些经典题目 绝大多数都是往年的真题 好 最后呢 就是这一节 全部完事之后 我们会通过脑图的方式 把这一节课 讲到的很多内容 来进行整理 我们再一次来回顾一下 看我们这节课 讲的那些内容 好 然后第三个 就是由于我们管理当中 他很多考察的 都是一混点嘛 而且内容很零零三散呀 所以啊 针对于他这种考情 所以我把教材里面 很多相关联的内容呢 我要通过图形 或者是表格的方式啊 给大家进行整理 我们把它们归纳到一起 那这样的话 我们学起来啊 或者是记起来 就会更加容易一点 好 这是关于我们直播大班课 他的一个整体的思路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导学部分的第三个部分 就是复习备考指导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幅图 这幅图我画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针对于往年的学员 他在学习的一个路径 百分之九十的学员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看这个是复习路径 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看他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先找到问题 然后再究其原因 根据原因我们再找一些应对的措施啊 你看啊 很明显他在整个基础阶段 他的坐梯能力N啊 N指代的是坐梯能力 他的坐梯能力没有很大的提升 你看在这里你要注意 整个学习 最好呢是包括 其实是包括四个阶段 先有预习 然后基础 强化和冲刺 当然了如果说我们学员你的这个时间有限 那可以给这个预习阶段可以先忽略 剩下的就是基础强化和冲刺 并且这三个阶段 他的一个时间占比呢 是六比三比一 然后你发现 在这六比三比一 在整个基础阶段占六分 结果呢 你看他用的时间是最长的 结果他的坐梯能力呢 并没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这就是往年学院它存在的一种情况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呀 是这样 主要是啊 我们各科老师在上面讲 我们学院你在听的时候 怎么听怎么会 然后呢 当你课上会了之后呢 你就以为自己就是已经掌握的了 然后你就没有再去复习 没有再去管它 而当你只把整个基础阶段 全部看完之后 最终你在做题的时候 你发现前面好多内容都已经忘光了 甚至只记住了最后一堂课的内容 所以这就导致啊 你的做题能力 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 并没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主要原因 就是你没有做到即时巩固 即时复习 所以我要求大家 今天我们听完课之后 那明天 你可以抽出点时间来 再把我们今天的讲义也好 或者视频也好 你再去巩固一遍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然呢 就是 这个听课就会 做题就废 所以必须要及时巩固 好 这是我强调的 大家必须要及时巩固 然后我们再来看 你看往年的时候 很多学员就 基础阶段 他的做题能力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到了强化阶段 他就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上涨 其实在整个强化阶段呀 对我们学员还是挺吃力的 往年学员来说 由于前面你好多的内容都忘记了呀 所以到这儿 可能我们还得再浪费更多的时间 再去 再去学一遍 再去巩固一遍 如果说你在前面 把这个基础打得很好 在这儿 他的做题能力就是一个上涨的话 那么在这里 在整个强化阶段 会不会相对会轻松一点呀 一般情况 我们在强化阶段就是做题了 通过做题来检查 看看你前面掌握的哪些情况 这个掌握的内容 哪些地方不是很好 所以这就是强化阶段 最后呢就是冲刺 冲刺呢 一般我们是通过什么串奖啊 或者是再去做一些套卷啊 等等 我们再进行一轮 察觉捕漏 好 这就是我们 往年学员 我想提出来的一点 就是在这儿 它可能会存在你边学边忘的情况 那既然我们新学员 你发现它有这种毛病了 所以今年啊 新学员 或者是这个 遗留下来的学员 那我们必须要 做足了准备 不能再犯 类似的错误了 好 那这是我们 看一看 它的一个学习路径 然后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做呀 接下来我来给你说一种学习方法 哎呀我的天哪 怎么全变成变成这了呢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 可能是我那电脑啊 这只版本有点高啊 PDCA 接下来我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学习方法呢 其实啊 这个说的就是PDCA 而这个PDCA呢 它正好是我们管理教材当中 要求大家必须要掌握的一个点 PDCA循环原理 它是循环螺旋是上升 最终实现这个目标 就是 通过这个原理 我们把这个一级建造师给它拿下 好 那接下来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指代的是什么意思啊 我把这末级删掉啊 看啊 写在这儿吧 这四个字母分别指代什么意思呢 首先P 就是做计划 PLAIN 首字母啊 做计划 不管我们干什么事之前 首先你必须要做计划 我们学习同样如此 我先要去做计划 比如我们学院做计划了 我要在明年九月份 我把四个科目全部考过 那么你开始去算一下这个时间 还有多长时间 差不多有 十个月 十个多月 然后接下来你要进一步做计划 这十个月 那么我一个月学多少 我每个月学多少 甚至我每一周学多少 然后我们在每一天学多少 这个就是我们在做计划呢 当你做完计划之后呢 你必须要按照你的计划去执行 去实施 所以D呢就是实施 就是度 去做 实施 C呢 你实施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实际值 就是我实际上 是不是按照计划去执行的呀 接下来我们要去检查 检查 看看你的 学的实际情况 是不是已经达到了 你原来做的计划的水平 我是不是该学的都已经学会了 你要去检查 如果说检查下来 你发现 有一些内容我还是掌握的不是很好 也就是说 有偏差呀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你要纠偏 纠偏 好 我可以把整个PTC给大家具体化 比如说我们一周一共有七天 七天 那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接下来我要去做计划了 做计划 周一 学两个小时 周二 两个小时 三 两个小时 四 两个小时 这正好是跟着我们直播大班课 去学习的吧 一共四个课目 从周一到周四 每天两小时 好 这是我们做的计划 然后实施呢 就是我实际真的就这么做了 不是说我做完计划之后 我就放在那我不再管它 那不行 你必须要去执行 然后接下来检查 那可能我们对于周五这一天 我们要去检查一下 怎么检查 通过做一些题目 或者是通过我们去回忆回忆讲义 来去检查一下 看看你对于前面的内容 前面四天学内容 有没有扎实的掌握 这个就是检查 如果说检查完了之后发现 好像周一的忘记了80% 周二的忘记了50% 周三的忘记了30% 怎么办 那接下来你周六和周日 是不是要进行纠片了 我对于前面掌握不是很好的内容 那接下来我可以重新再去看一遍视频 或者是我再去看一看讲义 我再去进行巩固巩固 这个就是纠片 好 这就是PDCA 我们要一直循环下去 一直学下去 直到拿到这个建造式证书 你看我在这里给大家强调了 这个PDCA 我们不管是在基础阶段 还是在强化阶段 还是在冲刺阶段 它都是适用的 甚至我们在每一周 每一周 甚至在每一天 它都是适用的 只要你想学好 那肯定会遵循 这么一个原理 好 这是给大家说了一个学习方法 其实它也是我们管理当中 第四章的一个考点 第四章的一个重点 好 这是关于这一部分 给大家说完了 好 那导学部分就全部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内容框架 这个内容框架指代什么意思 主要是由于今天是第一次课 所以呢 我先要给我们灵技术学员 先来给你说一说 在我们管理 三百多页这么厚的书里面 我们即将要学到什么呢 我简单跟你说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幅图 这幅图啊 横轴呢 这说的是时间轴 它指代的是 对任何一个建设工程项目 比如说我要建一栋楼 我要修一个环球永城 我要建一个动物园 那么它在时间轴上 是必然要经历这么三个阶段的 有决策阶段 实施阶段 还有实用阶段 这是在时间轴上 它必然要去经历的 然后纵轴指代什么呢 是各个参与方 比如说我要建一栋楼 那首先要有投资的一方 花钱的 我们称之为是业主 就是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它是投资的一方 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业主 有了投资的一方呢 接下来我得有出图纸的吧 设计方 还有提供物资的 供货方 还有干活的施工方 还有呢 就是当我这个建筑物 建完了之后 对它进行使用过程当中呢 使用期的一个管理方 我用的时候 我还得对于里面的一些设施啊 等等 我还得进行管理吧 所以还有一个使用期的管理方 而这些 它大体上也是对于一个建筑物 它从最初的决策到实施到使用 这么三个阶段 它涉及到的参与方 好 而对于我们一键管理来说 我们重点讲的是什么呢 注意 重点讲的就是 其实它是从业主的角度 从业主的角度 讲的是在这三个阶段 重点进行三控三管一协调 这就是我们管理 它重点强调的 而且它除了 这个我们刚刚说 它是从业主的角度来说的吧 其实它除了业主之外 它还强调了谁呢 就是市工方 因为我们考建讨师 主要目的是为了当项目经理 而项目经理是哪一方的呀 市工方的 所以说它重点强调的是 从业主的角度 其实说的是市工方的 三控三管一协调 好 这里啊 一会儿呢 我还会给大家强调 什么决策阶段要干什么事啊 实施阶段干什么事 这个一会儿我们还要详细给你说 因为这个点呢 它也是我们管理当中 要求大家必须会的一个点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三控三管 分别指代的是什么意思啊 三控 成本控制 就是费用控制啊 我花多少钱 我得控制啊 进度 进度控制 我用多长时间建完 我们也要去控制的吧 还有质量 质量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这三个 这就是三控 那三管呢 我们要管安全 有那么多工人在干活 我必须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要管合同 有业主跟总包签的合同 有总包跟分包签的合同 有那么多合同 我们必须要进行合同管理 还有信息管理 在施工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一些技术资料啊 一些信息啊 那么我们必须要对这么多的信息 进行管理 这叫信息管理 这三个 就是三管 然后最后一个 是组织协调 一协调 而这七个 正好就构成了我们管理当中的七大章 首先第二章就是成本 第三章是进度 第四章是质量 第五章是安全 第六章是合同 第七章是信息 第一章呢 组织协调 好 这就是我们管理 整整三百多余的教材 它即将要向我们传达的 其实就是三控三管一协调 好了 这是关于这一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刚刚提到了三控三管一协调 那么这七章 我们根据近七年的一个分值分布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七章 哪几章的分值是比较高的呢 我们看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第一章 第一章 这个项目管理 涉及到的分值是25分 然后第二章呢是19分 第三章20 第四章是23 第五章15 第六章25 第七章三分 这个第七章啊 每年我都说 我们可以完全不用去考虑它 就出一道单选一道多选 而且这一章 它的这个内容啊 我们也不好去压题 所以这一章 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它这三分啊 性价比实在是太低 然后除此之外 你看20分的以上的 有什么第一章 第三章 第四和第六吧 所以1346 这四章就是要求大家 务必要去把握好的 这四章的性价比高 分值高 是要求我们必须要去掌握好 而剩下的第二章 第五章 那这两个就差了很多 然后第七章呢 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好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情况 那接下来大家啊 你在复习的时候 对于1346 我们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 需要要去下大功夫 去学的啊 好那今天作为第一节课 我们肯定要讲的就是 第一章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第一章的一些情况 那第一章说的是 建设工程 项目的组织 必关理 好 那整个第一章呢 一共包括了十一节的内容 包括了这么多内容 十一节 那可能我现在跟大家说 这十一节有什么 那我们宣言也就是 只是听听而已 所以干脆我也不说了 我们重点来看什么呢 它的一个分值分布 你要去了解 在这十一节当中 哪些节它的分值是更高的 你看 第三节 第五节 第七 第九 第十一 这是分值比较高的 而第一节 第一节虽然说它是一分 但是啊 它的重要性很高 因为它是第一节 如果你第一节的学不明白的话 你第二节 同样学不明白 明白了 这个是完全为后文打基础做不电的 虽然分值低 但是我们也得认真去学习 好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第一节内容 好 那到目前呢 用了25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讲了前面的导学 简单的说了一下 我们第一章的一些基本情况 第一节课 我不仅给你解释一下 我们要学什么内容 了解一下我们整个课程 它的一些特点 我再给你了解一下 我们整个路博士的一些设备 那这叫笔记本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节内容 第一节是建设工程管理的内涵和任务 嗯 这个书是什么 建设工程管理 所以在这里呢 首先要求大家要去注意 什么是工程管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考点的概括 在这里第一个呢 就是建设工程管理的内涵 其实我们想要知道 什么是工程管理 我们应该先学习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这是一层一层来的 这就跟包洋葱一样 我第一层不包进去 你那个心也出不来 明白了吧 所以我在给你讲工程管理之前 我得先给你讲的是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一会我就会说 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建设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 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是什么呢 好 那么第一节就这么两个考点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第一个 建设工程管理的内涵 刚刚我也说了 我们想把工程管理给它包出来 我得先从外边一层一层往里包啊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建设工程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注意 这个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这属于我们整本书的第一个最最基础的点 你想学后面的第一个必须要弄明白 项目的全寿命周期指的是什么 好 你看 一说项目的全寿命啊 其实就是这个项目的一辈子 它这一辈子 包括什么呢 看一下 建设工程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包括三个阶段 决策 实施 还有使用阶段 而这个使用阶段 我们又可以称之为是运行阶段 或者是运营阶段 那这个我说它有什么意义啊 考试的时候你要注意 考试的时候 他可能说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包括决策 实施 运营 对 他要说决策 实施 运行 还对 决策 实施 使用 仍然对 明白了吧 好 那这个分别指的是什么意思 我用一幅图 来给你直观的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这就是前面我给大家说的那个吧 它包括三个阶段 决策 实施 和使用 不管你建任何一个项目 在时间轴上 它必然要经历这三个阶段 那么这三个阶段 我们分别要干哪些事呢 我们分别来说 先说决策阶段 这个决策阶段 其实就是前期的 在这个项目立项之前的一些事 这个主要是有建设单位 就是业主 说白了就是投资方 他们要去干的事 比如说投资方 我想要 我自己拿到了一块地 我想要去建一栋鞋子楼 或者是我要去建一个 开发一个小区 这个是开发商 就是这个投资方 由他去确定的一些事 比如说我要建一个小区 那么他前期必须要确定 建设地点在哪啊 你要定下来 我要投资多少钱 五个亿 十个亿 你要定下来 用几年完成 两年还是三年 还是五年呢 进度目标 还有呢 质量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呀 是合格就行呢 还是要达到拿鲁班奖的程度呢 像这些内容 我们全部都是在决策阶段 有投资方 他去确定的 明白了吧 好 那么在这一阶段 我们说了他要干这些事 那么他还要去完成哪些任务啊 就是有哪些工作内容 这个说的是内容 他包括哪些工作内容呢 主要提到了两个 第一要编制项目建议书 什么是项目建议书啊 它也叫项目立项申请书 如果说这个项目 你想让它立项 你必须要写这么一个建议书 或者叫项目立项申请书 给国家相关部门让它进行批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其中之一 还有呢 要编制可行研究报告 你想建一个小区 经济层面是否允许啊 是否可行 技术层面是否可行 还有这个社会环境 自然环境啊 等等 各个方面是不是可行 是不是允许你在这儿建一个小区呢 这是可行性研究 好 而这两个都是在决策阶段 需要我们去完成的 然后当国家相关部门批准之后 那么就意味着这个项目 它就成立了 就是立项目 从这儿 从这一时间节点 这个项目它才成立 前面还没成立呢 然后成立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到了实施阶段 这个实施阶段 就是通过我们前期的出图纸啊 暗图施工啊 验收啊 等等 通过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实施 去工作去管理 让前面的目标得以实现 让整个宏伟蓝图得以实现 明白了吗 所以在整个这个阶段 就是通过我们的管理 让前面的什么投资目标 这个费用目标 进度目标 质量目标 让它得以实现 好 那么整个实施阶段 它又包括了五个小的阶段 这一个你必须要挥 我再次强调啊 接下来目前我正在讲的这个图啊 是要求你必须要掌握的 哪有五个阶段 设计准备 设计 施工 动用前准备 还有保修 那我们分别来看 它不是说我上来就开始出图纸 并不是 我在出图纸之前 我先准备 这个叫设计准备阶段 而设计准备阶段 我们干什么事呢 编制的是设计任务书 什么是设计任务书啊 你注意 这个设计任务书 它是为接下来的设计阶段 提供依据的 比如说 在这个设计任务书里面 我们必须要明确 建设地点在哪 我得知道 业主投资多少钱 我得清楚 整个项目包括哪几大部分 还要体现 或者说 业主对于整个建筑物的外观 有什么要求 等等等等 全部体现在设计任务书里 当有了这个设计任务书之后 我们就为接下来的设计阶段 可以提供依据了 然后我们进行的就是设计 而这个设计 它也不是说我一口气 全部完事 并不是 它是一部分一部分一步的 它是一步一步一步的 主要是分为三步 第一步 初步设计 就是出草图 草图 如果有经验的学员 你应该是知道的 初步设计 我们是拿着初步设计 进行概算用的 这是初步设计 然后在它的接触之上 我们进行技术设计 技术设计 就是对一些构件啊 它的尺寸呀 它的承载力呀 我们进行验算 然后进行设计 这是技术设计 然后最后一步呢 是施工图设计 当有了施工图之后 我们就可以有组织 我们就可以按图施工了 我们就可以组织施工了 按图施工了 好 这就是施工这个阶段 然后再往后呢 是动用前的准备阶段 在这里你要理解 动用这个词 动用 动用前的准备阶段 动用指的是什么 动用指的是开始启用 我可以用了 比如说我们书上给了例子 道路可以通车了 宾馆可以营业了 我就可以去用它了 这个说的是动用 指的是开始启用 好 那么动用之前的一些准备阶段 我们要干什么呢 施工验收 试运行 这些都是在这个阶段去完成的 然后从这儿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动用开始了呀 从这儿我们就开始用了 就是从这儿 我们就进入到了 使用阶段了 但是 实施阶段它还没完事 还有一个保修阶段 什么意思啊 你想想 有工作经验的 你想想 你们后期是不是还有一个 缺陷责任期 为什么会有保修阶段 你想啊 整个项目的建设 我用到了那么多的材料 那么多的设备 材料也好 设备也好 它都是有一定的保修年限的吧 对吧 所以它这里还有一个保修阶段 那比如说 防水材料 保修年限 五年 对不对 什么供热管道啊 要至少两个周期 对吧 所以它有一定的保修年限 而在保修期间啊 它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还得负责去维修 因此说 这个实施阶段 它还是要包括这个保修阶段的 整个实施阶段 它是包括了五个小的阶段 好 这个必须要清楚 然后后面这个使用阶段 在我们书上呢 就没有再说了 我们重点强调的是前两个阶段 而对于前两个 我们重点说的是第二个 这个才是我们整本书的一个 最核心的一个大的部分 好 那么整个这幅图 这就是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关于这幅图 要求大家务必要掌握 这是你学习建造师管理科目 第一个要求你会的点 然后我们前面 你看我们前面不是要说什么 给大家说的什么 工程管理吗 那我讲了半天项目的全寿命周期啊 这个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和工程管理之间 它们二者有什么联系呢 什么联系 你注意 我们对于整个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进行管理 就称之为工程管理 明白了吧 对于全寿命周期 称之为工程管理 所以你现在理解了我的思路 为什么我先给你讲项目的全寿命周期了吧 好 那对于每一个小的阶段进行管理 又叫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决策阶段进行管理 我们叫开发管理 那我要开发一个项目 叫开发管理 对于整个实施阶段进行管理呢 是项目管理 对于使用阶段 我使用过程当中 就是对于一些设施进行维修啊 维护啊 所以它称之为是设施管理 明白了 这是对于三个不同的阶段进行管理 它分别有三个不一样的名字 一定要注意的 而我们重点学的是哪一个 是这个 你看呀 我们一件管理教材的名称 就是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所以重点强的就是这个实施阶段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幅图案 在这个图当中呢 刚刚呢 我是给你解释了 每一个阶段我们要干哪些事 对不对 就是工作内容包括什么 然后接下来呀 我们再来说 这两个阶段 我们干干这些事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什么 就是我要对决策阶段进行管理 管理的任务是什么呀 我对实施阶段进行管理 管理的任务是什么呀 好我来说啊 就两句话 对于实施阶段进行管理 就是要确定项目的定义 在你们讲义里有啊 确定 确定项目的定义 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定义什么呀 什么叫它的定义呀 它在这里啊 强调这个定义 就是要定义三大目标啊 定义非有目标是多少 五个亿 进度目标 三年 质量目标 这个达到拿鲁班奖的程度 这就是在确定SUM的定义 说白了 就是在确定目标 在定义目标 这是在决策阶段 我们进行管理 要把这些目标 都定义下来 然后有了目标之后 我们到了这个实施阶段 这就要通过我们的管理 使目标得以实现 通过你的实施啊 你的管理啊 使前面决策阶段 你确定的那个目标 让它得以实现 明白了 这就是在这两个阶段 我们进行管理 管理的任务是什么 好 往下看 这个就是给大家说的 三个阶段 管理的主要任务 第一个 决策阶段管理的任务 刚刚说了 确定项目的定义 定义的是三大目标 然后第二 实施阶段管理的主要任务 实施阶段 就是通过我们的管理 使目标得以实现 通过管理 使目标得以实现 然后第三个 使用阶段管理的主要任务呢 使用阶段 使用阶段就是第三个阶段吧 第三个阶段进行管理 我们叫设施管理 而这个设施管理 它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物业资产管理 对于钱 资产 资产 当然啊 这个资产不一定 仅仅只带的是钱 一些资源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是资产 还有呢 物业运行管理 这是关于 使用阶段 进行设施管理 这个它包括了两个方面 资产管理和运行管理 然后资产管理包括什么 运行管理又包括什么呢 这个需要大家进行区分 尤其你是零基础 你必须要会 你必须要 今天这期课 你要重点去听 老学员的话 这些它早会了 我们来看一下 资产管理包括什么呢 财务 财务管理 比如说 小区里面收到的物业费 对它进行管理 或者是你们小区里面的一些设施 健身的一些器材 我们对它们进行管理 这些都可以称之为是资产 资产管理 空间管理 比如说你们小区里面的一些空间 你是种花啊 种草啊 还是种树啊 还是给它开发成这个停车 停车位呢 空间管理 也是属于资产管理 用户管理 比如说你们小区里面的业主 每一个业主 都可以称之为是一种无形的资产 用户管理 这都是属于资产管理 然后第二个运行管理 运行 指的是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我要进行运行管理吧 有维修 比如说你们小区的这个路面啊 这个坑坑洼洼的不太好 我们需要重新维修一下 这是运行管理 还有呢 现代化 现在小区里面 很多小区里面 它都是有一些监控 监控器 那这个物业里面 还有一些电脑 都都是一些 现代化的一些设备吧 还有就是比较新的一些小区里面 它每一家 每一户 它的卧室里面 都有一些 这个呼叫器 这个有了解的吗 如果你们家里出现一些紧接情况 你可以去按那个呼叫器 然后物业的人就开始跑过来了 这个也是体现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啊 说白了 这个现代化呢 就是让我们 就是更加先进 通过一些现代化的手段 去辅助我们进行更好的设施管理 明白了 好 就是这两个 这些举例我们需要区分开 考试的时候 它可能会把这五个 掺到一起 问你 属于运行管理的 有哪些 属于资产管理的 又有哪些 明白了吗 好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看一下 第三个 建设工程管理 这个工程管理你要注意 我们所提到的工程管理 它值得是专业性的管理 比如说我们对于这个项目进行管理 我们去开发建设一个项目 这个工程管理 它值得是专业性的 而并不是仅仅强调的是行政管理 不是啊 不是行政管理 不是我就是简单的一些 这个钱啊 这个财物 这个这个采购啊 等等等等 不是不仅仅是这个 是去交个水电费 不仅仅是 我们重点强调的是专业人士 专业性的管理 所以 当你们考完建造师之后 拿到了这个证书之后 你们通通都是专业人士 翻译一下 就是专家 明白了吧 这是专业人士 那就是专业性的管理 而并非是行政事务管理 懂了 好 这里它特别也是 特别容易考 它可能会给你说成 我们这个工程管理 这个指代的是行政管理 那就错了 那是专业人士的管理 好 那关于这一部分 我们就说完了 接下来来看一下题目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第一题 建设工程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包括项目的什么呢 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三个阶段吧 有决策阶段 实施阶段 还有呢 使用阶段 或者叫运营阶段 或者是运行阶段 所以是ACE 而剩下的设计阶段和保修阶段 这两个是处于 实施阶段里面的 所以选择的是ACE 这个特别简单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看下一个 下来各项工作当中 属于决策阶段的是 决策阶段 决策 A呢 编制项目建议书是不是 项目建议书 对呀 决策阶段我们重点是两件事啊 一个是编制项目建议书 它也叫项目立项申请书 还有一个是 编制可行研究报告 所以A是正确的 然后B编制设计任务书 设计任务书是哪个阶段的 设计任务书是哪个阶段的 是设计阶段 还是设计前的准备阶段 准备吧 准备阶段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初步设计和技术设计 这两个都是在设计阶段 好 所以这道具正确答案选择的是A选项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 建设工程项目的实施阶段 包括什么 实施阶段是包括了五个 设计准备 设计 施工 动用前的准备 保修 所以有设计前的准备 设计 施工 动用前的准备 还有保修 而可行性研究 这个是在决策阶段 是在第一个阶段 而并不是在实施阶段 所以这道题呢 只有 C不对 好 是第三 第四题了啊 然后建设工程管理过程 实施阶段的管理 G 什么管理啊 实施阶段的管理 我们称之为 项目管理吧 实施阶段管理 称之为是项目管理 决策阶段管理 称之为开发管理 使用阶段管理进行 说的是设施管理 而这个施工管理 没有强调 好 所以选择的是C选项 没有问题吧 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道题 项目决策期 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决策期 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我们对于决策期进行管理 它的主要任务是 确定项目的定义 确定项目的定义 这个确定项目的目标 是定义的一部分 这个功能啊 项目的任务啊 其实都是你定义的一部分 所以说A才是最完善的 好 看一下第六个 项目实施期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项目实施期 实施期管理 主要任务是 通过管理使目标得以实现 选C 都对了吗 而D D是哪个 是对哪个阶段进行管理啊 决策 对吧 对决策 这段进行管理 我们说的是确定项目定义嘛 好 看一下第七题 根据国际设施管理协会的界定 下列设施管理内容当中 属于物业运行管理 物业运行管理的是 财务 空间 用户 这三个属于什么管理 是物业资产管理吗 对 怎么还 怎么还决策了呢 这是不是资产管理啊 所以运行管理是选 D 维修 或现代化 好 那么 关于我们第一节的第一个内容 第一个考点就全部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考点 把整个第一节全部讲完了之后 我们休息十分钟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他说建设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 工程管理 工程管理是对于哪个阶段进行的管理 想想 我们一说工程管理 是对于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三个阶段进行的管理吧 好 来看一下 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 是为工程的建设和使用 怎样增值 增值 什么叫增值呢 没它可以 有了更好 这就跟你们在座的各位一样 我不考建造师 我很好了 我考了呢 你会更好 你们现在就是再给你自己再增值 这就是增值 我们整本书关于增值 一件一共有五个 而其中五个当中的前三个 都出现在第一张 这三个是要求大家务必要去掌握的 而其中的第一个说的就是工程管理的 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 这是要求大家掌握的第一个增值 整本书我们会讲五个 前三个是你必须要掌握的 好这是第一个 而且是为工程的建设和使用增值 我把工程给你改成项目对吗 不对 改成施工对吗 不对 改成其他的都不对 必须是工程的 建设和使用增值 好 那么哪些属于工程建设增值 哪些属于工程使用增值呢 去分开 比如说我们先来看建设增值 建设增值指代是我们在建设的过程当中 我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啊 或是设计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过程当中要增值 这说的是建设增值 而使用增值呢 是我建完了之后 我在用的过程当中要增值啊 我们先看建设增值 确保工程建设安全 提高工程的质量 你这个质量是不是在建设过程当中 我们要去保证的 还有有利于投资控制 我到底投资多少钱啊 也是在你建设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去把控的吧 还有进度控制 同样也是 建设过程当中 我们才强调你这个进度 到底快了还是慢了吧 所以 这个说的就是建设增值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使用增值 使用增值 确保使用安全 找关键词啊 有利于用过程 使用过程当中的环保 有利于使用过程当中的节能 满足最终用户的使用功能 有利于降低工程的运营成本 运营 运行 使用 对吧 还有有利于工程的维护 很明显 这些说的都是使用增值 那么你看完之后 这两个你能去分开吗 一定要去分开 考试的时候 他还是会把这两部分 给你揉到一起 然后让你进行区分 他还是这么考 好 都学会了吗 你不要记 你告诉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上来就开始背 一个一个的背 他没用 你能理解他 你能够区分开就可以了 考试的时候 他不会说问你 让你考个简答题 建设增值包括什么 要让你开始避连就背 不可能的 考试的时候 会把他们全部揉到一起 你能给他拆开 区分开 这就算你掌握了 懂了吗 这就是我们应付管理课 甚至还有 法规课 还有经济课 这三门课 出的全部都是客观题 选择题 你能够进行区分就可以 没有必要说 我一个字不差背下来 背不下来 明白吧 好 然后我们再往下 看一些题目啊 第一个 建设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 是什么 增值 是增值吧 刚刚我说了 为工程的建设和使用增值嘛 增值 选递 然后看第二个 建设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 又是 你看 第一道题 建设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 用个增值服务来代替了 第二道题还是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 是什么呢 还是增值啊 但是啊 这道题你看有增值增值增值 完蛋 有三个增值 选哪一个 首先第一个肯定不是了 是为项目的建设使用增值呢 还是为工程的建设使用增值呢 还是为项目建设的决策和实施增值啊 选哪一个 选递 前面我是不是重点强调了 是工程的 为工程的建设和使用增值 选递 这个啊 完全是干扰项 他自己瞎给你改了一个 而这个B选项呢 我们到第四节会讲到 现在还没讲到呢 这个是我们 我不是说一共有五个增值吗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四节我们会讲到的第二个增值 我们还没涉及到 所以这道理证据答案选递 第三题 关于建设工程管理内涵的说法 工程管理内涵 你就要想到 我们一提到工程管理 是对于三个阶段进行的管理 来看一下选项 看A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和设施管理 即为工程管理 错 工程管理是包括三个阶段 决策阶段管理 叫开发管理 项目管理和设施管理 三个加到一起才是工程管理吧 他丢了一个 B选项 建设工程管理 不涉及项目使用器的管理方 对工程的管理吗 工程管理 它是包括了全收命周期啊 全部的包括在内了 他说不涉及使用器的 管理方的管理 包不包括管 包不包括使用阶段的管理啊 包括啊 他包括三个 他说不包括错 然后第三 工程管理是对建设工程的 行政事务管理 工程管理是行政事务管理 还是专业人士管理 还是专业 是不是专业性的管理啊 是专业性的 专业人士的管理 而并不是行政管理 前面我是不是跟你说了 好 第四个 建设工程管理工作 是一种增值服务 对不对 正确 选递 好 我们看一下第四题 建设工程管理工作 是一种增值服务 下列属于建设增值 工程建设增值 我们说了 这个增值呢 有建设增值 还有使用增值 那么他问的是建设增值 那么他问的是建设增值 17年靠道的 确保使用安全 提高工程的质量 满足最终用户使用功能 有利于工程的维护 那么哪个属于建设增值啊 是不是提高工程的质量 对的吗 对 选B啊 好 我们再往下看第五个 下列建设工程管理的任务当中 属于使用增值的是 你看 前面这道题 17年考到的是建设增值 19年考到的是使用增值 那你找吧 哪个 A 有利于环保 是不是 对的 这是使用增值 提高工程的质量 有利于投资控制 有利于进度控制 这都属于建设增值 选A 好 那关于我们整个第一节内容呢 就全部说完了 接下来啊 我们通过这一页 确实是这一页 通过这一页脑图 我们再把这一节课的一个重点内容 我们来巩固一下 再来回忆一下 其实这一节呢 我们就讲了两个大的内容 一个是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一个是建设工程管理 来看一下 项目的全寿命周期呢 包括三个阶段 决策 实施和使用 然后决策阶段 重点干了两个事 一个是编制项目建议书 或者叫项目立项申请书 还有一个是编制可行与研究报告 这是决策阶段的 那么实施阶段呢 实施阶段是包括了几个 五个小的阶段 设计准备 我先准备呀 然后呢 设计呀 图纸出来之后 按图施工啊 干完活呢 动用前的准备 最后一个 保修 除此之外 每一个阶段里面 尤其是这两个 您要知道它里面的要干哪些事 先说设计准备阶段我们要编什么书 有没有印象 设计准备阶段我们要编的是设计任务书 对吗 是不是设设计任务书 设计任务书 然后设计阶段呢 设计阶段我们要编的是 它是分为三个阶段去设计 哪三个阶段 先是 初步设计 出草图 然后是 技术设计 最后呢 施工图设计 好 这两个阶段我们干哪些事 您也得会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看一下工程管理 建设工程管理 首先第一个 对项目的全项目 周期进行管理 你注意 只要提到工程管理 只要提到工程管理 它就是对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进行管理 那么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是对于三个阶段进行的管理啊 对于决策阶段 对于事实阶段 还有对于使用阶段 三个阶段吧 好 那么对于每一个阶段进行管理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决策阶段我们称之为 开发管理 事实阶段称之为 项目管理 使用阶段管理称之为 设施管理 有没有印象 要会的啊 然后 开发管理的任务 确定项目的定义 我要定义出三大目标来 定义出三大目标来 然后项目管理呢 前面我们把目标的确定好了 项目管理是通过我们的管理 通过我们的控制 使前面你确定好的目标 得以实现 所以说是通过管理 使目标得以实现 然后第三个 设施管理 设施管理 你要注意 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物业资产管理 一个是物业运行管理 物业资产管理 包括物业费 财务 包括小区里面的一些空间 包括用户 这个是资产管理 而物业运行管理 运行使用过程当中 维修 还有呢 现代化 通过一些现代化的手段 去辅助我们进行更好的管理 好 这五个你要区分开 然后 核心任务 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 是增值 为工程的建设 和使用增值 注意 工程的 为工程的建设和使用增值 哪些属于建设增值 哪些属于使用增值啊 建设增值 确保建设的安全 提高工程的质量 有利于投资控制 有利于进度控制 都是在建设过程当中 我们要去控制三大目标 我们还得去确保 施工的一个 建设的一个质量 好 然后使用增值呢 有利于环保 使用的时候节能 有利于用户 最满足最终用户的 使用的功能 那我必须这个 使用的时候要必须要 好 有利于降低工程 运营的成本 还有呢 有利于工程的维护 好 这就是我们整个第一节 我们整个第一节 就讲了这么两个事 一个是向着全社民周期 就是前面那个图啊 把那个图整个记下来 就可以了 还有第二个 就是对于全社民周期 进行管理 我们称之为工程管理 那么工程管理 包括哪三个管理呀 分别任务是什么 以及工程管理的核心任务 是什么 叫增值 包括建设增值 和使用增值 然后区分开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整个 第一节 正好是一个小时说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